都體諒對方替對方著想 讓彼此都受到愛情的滋潤後 更有動力的去賺取更多的麵包 然後再一起分享 這樣不是很好 互相體諒是非常重要的 要不然一個人你也談不了感覺 哈囉大家好我是真心某某 你們有沒有聽過一句話叫做 憑賤夫妻百事哀 那你們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我想非常多人都會覺得是 夫妻要是貧困 遇到什麼事情都要哀哀叫 但其實並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問題的答案 我最後再告訴你 我們都曾經拿過愛情 與麵包來做考題 不斷地問身邊的人或是自己 愛情跟麵包到底哪個重要 可能有些人會有疑問 為什麼是麵包 不是牛排 不是雞腿 不是龍蝦 這個問題的答案 不重要 也不是重點 在學生時期的時候 尤其是國中 可能受到偶像劇 以及荷爾蒙的影響 所以大言不慘地 選擇了愛情 只有我還有幾個少數的朋友 選擇麵包 那個時候班上的同學 都覺得我們不夠浪漫 而我們也覺得他們不夠實際 隨著時間慢慢地過去 人越長越大 有了一些社會經驗 談過了幾場 讓他們願意放棄麵包的愛情之後 我想如果再問一次一樣的問題 答案就絕對不會下一個 但是 答案就一定會是麵包嗎 我想也不一定 那麼愛情跟麵包 到底哪個重要 我覺得 都重要 廢話 你先聽行不行 這個問題牽扯到的範圍 太廣太廣 所以這個問題 絕對不是單選題 你可能遇過以下幾種狀況 喂寶貝 我今天公司要加班 我可能沒有辦法回去了 可是你答應今天要陪我看電影 沒辦法啊 工作 好吧 他不愛我 耶 下禮拜我生日 我的禮物飲準備好了嗎 糟糕 他說他想要一個 那個太貴了 買了我就沒錢了 怎麼辦 準備好了 那就好 以上這兩個問題 其實也就是生活中的愛情與麵包 我們馬上就可以發現 愛情與麵包是可以兼具的 不然也不會有以上這些問題 一切的重點都在於 你要如何 平衡 一 雙方要有共識 假設今天你或者對方 是一個很想拚事業 或是很在乎金錢的人 你們就必須要有一個共識 如果今天什麼事情碰到事業 就是以事業為重 如果今天你們要花錢 就是平均分擔等等之類的解決方式 讓彼此在經濟上面達到平衡 畢竟愛情是有兩個不同背景 不同性別 不同性格的人組成的 互相尊重彼此的價值觀 找到一個共識 才是相處的長久之道 第二 你的付出是要你負擔得起 並且心甘情願 如果你今天為了買一顆鑽戒 然後跑去賣血賣腎 我想對方如果真的愛你 知道你這麼做也不會比較開心 吧 基本上如果你實質的付出 如果大到會讓你產生壓力 這樣子的付出 在感情當中就是不健康 所以你自己要去衡量一下 你負不負擔得起 再來就是最重要的心甘情願 如果你買東西送對方 或是請他吃飯 但你的心態是 我對你好你也必須對我好 這是你欠我的 這本身就是一個很不平衡 也很不健康的心態 當你付出如果要求回報 講難聽一點就是 賣 而我們都知道感情是買不到的 時間久了 付出沒有你想要的回報 我想你們的感情 可能也就差不多了 你負擔得起 並且心甘情願的付出 才能達成你自己的平衡 第三 互相體諒 你如果為了工作冷落了對方 他沒有生氣的找你吵架 這是他體諒 相反的 你也必須體諒對方 在工作之餘 多花點時間陪陪他 甚至主動的計畫一次的出遊 也是很好的方式 如果對方總是請你吃飯 花錢花時間在你身上 請你也體諒他的付出 偶爾回寢 回送 甚至只要好好的說聲 謝謝 也就足夠了 不要覺得理所當然 畢竟愛情 還是需要一點點浪漫的滋潤 而浪漫總是昂貴的 付出的不是時間就是金錢 偶爾也需要一點點的創意 多體諒對方替對方著想 讓彼此都受到愛情的滋潤後 更有動力的去賺取更多的麵包 然後再一起分享 這樣不是很好 互相體諒是非常重要 要不然一個人你也談不了感情 我愛你 我也是 憑見夫妻百事哀這句話 出自唐代詩人原整創作的淺卑懷中 他的意思並不是指夫妻沒有錢就什麼事都哀哀叫 其實是指 一起貧困同甘共苦 不離不棄的夫妻 在經歷磨難後 感情更加堅定 要是一旦永別 什麼事情都會變得悲傷痛 所以是形容人家夫妻感情很深 但卻天人永隔的悲痛 不是夫妻沒有錢就什麼事都哀哀叫 夫妻沒有錢咋的咧 就沒辦法好好經營感情了是不是 愛情是愛情 面包是面包 合在一起叫生活 我想在一段感情當中 每個人都應該讓自己跟彼此的生活更好 不是嗎